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进水设计有限公司的Christy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Christy,你好 哈喽,各位好,我叫Christy 我是进水设计的设计总监 好的,那我想先请Christy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那个,我一方面 我的创业的起心动念是 我一方面是艺术生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画画 那画画对我来说是我的生命 我从小的时候三岁就开始在画画 那我希望就是透过这些绘画 透过设计 然后把这些绘画传递的更远 那一方面也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在做消费要做升级的本质 其实就是先让审美先做升级 那能不能一眼就让人家向重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也是非常多的业主会非常需要的一个焦点 那怎么会想把品牌名称取为叫净水设计呢 因为净水这两个字 净子是那个就像我们像净子一般可以照应着你内心中最真实的样貌 那我们会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另一个就是水 那水就是非常的柔软 然后它承载的所有万物的起源 那取名叫净水那一方面我们稍微记一下地气 念一下它的台语是叫净水的台语 台语不太好 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净水 对对对净水的意思 那一方面就是有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小小的一个巧思 就是净子的净刚好旁边是一个金字旁 那水嘛 金水其实是香神 那一方面其实就是传递的 我们会 呃我们会帮客户去处理任何的事情 那解决所有的万难 排除万难去进而达到一个视觉 消费市场的升级 是这等于说你们是非常站在顾客立场着想 那可能来回也会一些比较更多的耐心去做包容 对我们会比较偏向是把设计跟行销顾问去做一个整合 是那应该是说创业初期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定多少会遇到一些人事啊等等一些挫折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嗯案例 我觉得在呃创业遇到挫折跟呃创业遇到挫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就是大家都一定会有的一个 遇到的事情 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你必须要从人事上 然后呃不管是财务那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以前一个人做那当然是可以非常自由的谈非常弹性的 但是现在是一群人在做 那这个你得必须顾及到整个大局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 嗯是 那应该是说你觉得你们最主要的核心价值是 诶当这些顾客他们接受你的服务之后 他们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希望把艺术跟设计这两个去做到完美的融合 那因为其实我们人有五感 五感就是我们的视觉触觉 味觉嗅觉跟听觉 其实我们大脑非常神奇 我们大脑大概有85%以上都是一直在被视觉去刺激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被我们看到的东西去影响 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了 诶为什么 比如说像一个韩国的团体 为什么韩国的这些团体它可以做这么的成功 因为他们把CI的这个识别 品牌的规划跟视觉 全部都倒到这些偶像的包装上面 你想到粉红色 黑色 你是不是想到Blackpink 那他甚至有一句slogan 就像我们在做企业的slogan一样 企业比如说进水 进水万物 成就万事 这一定要念得顺 那这些都是有一些巧思跟设计的 那像Blackpink也是啊 Blackpink in your area 那他这句在他所有的歌曲 跟所有的专辑也好 他都第一眼 你不用看到他的人 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 那这个已经是长期 他们把这个规划成一个系统 然后把它套用在人身上 那这个进而的也会去快速的去传递 他们想要传递的一个品牌核心价值 那我们在做的就会比较像是顾问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我们的专业 包括结合心理学也好 结合视觉 结合艺术 这些专专业的领域跟结合专业的这些人才 那去把这个防卫公司 把品牌做到进一步的升级跟传播 那也是帮公司去带来更大的一个核心价值 应该说你们是属于一个比较一条纹的服务 其实你们甚至有一些法律顾问啊 然后一些企业主形象的CIS系统啊等等 UiUX都有在做 对我们都有配合的 那我们主要公司的最主要的营业项目 还是会着重在CIS的企业识别系统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七八 八九年了 对已经做了八九年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设计 设计的话就是所有的商业设计应用 我们其实都有做 我们都会都可以做 然后也都有参与 那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在艺术 对 那我们用简单的八二法则来讲好了 八成是设计市场 那两成是两成是艺术市场嘛 那本身也是我自己 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 我自己非常喜欢画画 我以前是艺术生就画 有画水彩这一类 那我非常希望把这一类的东西去 慢慢慢慢的透过设计 然后传递 暗藏在里面 然后去做升级 是一方面也是传递给顾客也好 那也是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你的东西在做到一定的 你的理念也好 公司的核心价值 你必须快速的用这些东西 声音也好 视觉也好 快速的影音也好 去传递到你的客户 让他去看到你想要表达什么 所以这就非常重要 视觉传递 有点像是说吧 这个作品 然后可能以比较主题式的方式 然后结合人体的整个感官 让他觉得一看到你 然后甚至听到 就觉得说 哇记忆点是非常深的 对 那这个其实会 这个在我们心理学院里面 会无形的直接植入嘛 像你想到 呃 外送 熊猫 对不对 外送粉红色啦 粉红色 荧光粉就会想要熊猫 绿色你就想要Uber E 对啊 所以像为什么他们要设计 那个吉祥物 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 呃 不管是所有的 你看哦 为什么他不要用红色 他为什么坚持 全部都是白色跟粉红色 对就是有他的原因在 因为他已经把这些呃 形象啊 跟这一些所有的核心理念 那都把他跟这个定位 定位跟融合在一起了 嗯 是 那应该是说 整体来讲 其实设计这种东西很特殊 其实他跟人的一些 像是心理学 是息息相关的 是 所以 设计来自于人性嘛 就是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应该说一直以来 其实有很多顾客是因为 可以信任的 那可能之前有给你说 合作过 那应该说在过程当中 有没有说值得是 比较鼓舞你 甚至是支持你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呃 做下去的动力 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我们遇到的 厂商客户 然后 呃 这一些业主都好 那这些其实 他们来找我们 就是一个最大的动力 那一方面 呃 我们会更希望 我们更致力于就是把 他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再做得更超越 所以其实超越他们的期待 跟超越他们的想象 是我们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 嗯 对 就是排除万难 进水万物成就万事嘛 就是我们会去 排除所有的可能性跟万难 去达到客户想要的一个 超越 理想价值 嗯哼哼 那Christine你觉得说 对于整体公司 它的未来愿景是什么 呃 我会比较 因为我们公司开始有在结合一些 AI 就是AI跟 呃 一些 ESG的这一些 东西再去做延伸 这些议题去做延伸这样子 那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外部 像我们都会做到这些东西的整合 嗯 那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在 往教育 呃 教育相关 然后跟呃 结合一些设计的相关人才的培育 像我们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呃 实习的机会 那这些实习的机会 我们就不是像一般的可能呃 呃 这么 这么的 就是制式 我们甚至可能呃 呃 比如说你想要创业 我们是可以support 哇 对 那当然就是定性也很重要啦 因为这毕竟大家都希望都想 大家都想创业 但是到底能不能就是创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必须要坚持 那你也必须要呃 非常的有这个毅力 然后你的方向目标 你就是要呃 定位了 就是要一直往前行 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坚持这个地方 就放弃了 嗯嗯 是 其实像刚刚Christy也有提到 可能当初可能是个同学 留住的可能只有两个 对 就是这 我以前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好喜欢 我我非常喜欢艺术 我会接触到设计 是为了要把我想要的这些艺术的东西 再更进一步去做快速的提升 我想要让我的产量变高 所以我才去接触商业设计这一块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以一些手绘的设计啊 或是像文创相关的 因为我以前就会经营一些自媒体 那我就会画一些画这样子 然后我把它画在 比如说像 我就会用Facebook 然后或是用一些社群媒体 然后去帮人家画那个手机壳的定制 或是安全帽 在我16岁的时候 哇 是 属于年轻 比较年轻就有自己的想法 以前没有限流 以前非常非常 以前其实没有限流的情况下 如果有去做到个人品牌的话 那时候赚钱其实超级快 嗯 是 但是像现在大家都知道 其实流量密码嘛 就是流量就是千两 所以现在开始各大平台都会锁嘛 然后就是限流这一类 其实就会出来 所以行销方式就会跟以前的根本不一样 是 因为说整体来说 给年轻人的建议 第一个当然是还有热忱 那就是 你必须要秉持坚持的心 你才有说才有办法说继续做下去 对 因为其实像说真的设计这种东西 你想去精进能力 其实它是 非常广泛 对 因为它是跟生活当中结合在一起的 对 而且学不完 你就会发现说 今天你最基本的嘛 学校教的就是PS跟AI嘛 对不对 然后Adobe的这些系统嘛 后来就发现说 你要开始学XXD嘛 就是开始学一些UI UX的设计啊 那像UI UX的设计刚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相关的课程提供 它有一点 它就是界面的设计 那这个东西软体出来 但是没有 它就突然蹦出来的感觉 但没有人教 对 大家都是 很多都是自学的 嗯哼哼 是 但是说你既然你都喜欢 你选择这条道路 那就是要秉持着这样的信念 然后努力的做下去 才可以把整个企业走得更长远这样 对 就很多事情 我给年轻人就是想要创业的一个建议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不做 不会怎么样 但是做的就是很不一样 嗯 对啊 那既然你选择这条道路 我当然曾经也有想过说 其实我在家里待着也是床床的 就是我怎么会 就是怎么会想说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更多的是 那个已经不是 呃 除了 你要赚钱这件事情是必然 而且像我们有公司 我们不是只是自己好 嗯 那时候像我有遇到一些年轻人 那 比较小的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赚钱 你未必是要选择 老板或是创业这条路 因为你做这条路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拉着别人一起成长 不是只有你自己赚钱 对 你是你也要让别人去成长 你也要让你下面的人赚钱 那到最后会是一个责任 嗯 已经不是只有你自己好 你要知道怎么样就好别人 比如说你要知道怎么带同 对 然后把大家一起把这个共好的心态给建立起来 对要共好共责 是 然后要共融 其实到最终的目标是 不管是小公司大公司 我觉得 呃都要有一个这样的 远见跟目标在 对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凝聚你们的相信力 那你们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就是越做越大 而且我觉得不要吝啬的去分享这件事情 嗯 因为很多的 呃 idea跟很多的这些 呃 创意其实都是在你分享的过程中里面去聊出来的 是 就反而是把这个团队变成一个像家人的感觉 对 那大家都有互相的一些启发 对 哇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火花 就是一抹整个就起来了 对 真的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Christy 可以跟我们分享多这么关于像设计这样子一些产业类别的一些细项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Christy 谢谢 谢谢 谢谢